是的,我今天会用中文讲道 除了因为我的英文是个人有限公司 还有因为是华人新年,来点特别的 If you need the English manuscript, you can scan this in order to access to the manuscript 听说李总理也很会变 喝一口水,就能从 Channel 5 变 Channel 8 不知道他有卖嘛,我想跟他买 除了从 Channel 5 变来 Channel 8 还有什么是我们很常变来变去的 在马来西亚,我们如果听到有人说 哇,这个人很上变,变来变去 我们就说他在玩 Roti Prata, Roti Chanai 变来变去 以上说起来很好笑 只是老百姓的苦中作乐不变 只能够这样,就开开玩笑过日子 我最近发现我自己不小心也会用那种善变的话来回答我的老婆 我说,等我一下 等一下 你知道一下是多久吗? 有时候变十下,有时候不懂多少下 总之后来他就问我 你的一下是多久 我说,对不起 有时候一下,因为回了信息 又多一个信息,又很多下 后来我就Apply 比较紧急,我可以有半个小时吗 有一个时间 我们都一样很期待一个能够确定的东西 你告诉我一个时间 一个地点,哪里 我怎么做,怎么走 清楚的 我今天的讲题是 包你的福 还是没有 PowerPoint It's ok 包你的福 什么包啊 打包的那个包 所以你要今天要打包也可以 你要在这边吃也可以 包你得福的包 是什么意思呢? 保证 Promise 确定 很肯定的 包是保证的意思 可是 刚才我们说了 很多变来变去的事情 那要怎么包呢?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不变的 就是不变这件事情 那是不变的 The only constant is change 那我要怎么包啊? 我要怎么样保证呢? 还好 不是我包 上帝包 所以我们来听听 上帝要怎么样包我们得福 包我们得福 还有包 那是什么福呢? 我们要得什么福 希伯来书 这本书 它是在耶稣死和复活后的 大约三十四十年 写成的 那时候的基督徒 受到很多的挑战 他们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 坐在这里 自由地敬拜上帝 反而要躲在底下 真的是这样勾取底下的 因为怕被抓 要躲避这些抓他们的人 他们面对这样的杀害 这样的逼迫 很多人就想放弃信仰 哇 这么辛苦 不要了啦 很累咧 这么辛苦咩? 为什么要敬拜神要在底下? 今天 在二十世纪的今天 还是有这样的基督徒 要躲起来敬拜上帝的人 那为什么他们要信? 这么辛苦? 为什么? 他们也在问啊 为什么这么干扣? 很辛苦咧? 要躲 要逃 我只信一个上帝 我看不见 还要被人家抓 当我们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会停下来想 真的吗? 我要信吗? 我信的是什么呢? 正是当时候信徒们所想的 所以希伯来书就是要 像这样的信徒 告诉他们 要怎么样帮助他们 坚定他们所信的是什么 哦 原来我信的是这些 这些 这些 所以今天也会告诉大家 到底我们基督徒相信什么? 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基督徒 大部分我们不会面对死亡的恐吓 不会有人拿刀啦 告诉你 你去教会会托掉你 不会啦 可能你的父母 有时候确实会逼迫你 可是我们现在的人 还是会面对不同的诱惑 或者身边的朋友的压力 我们不管是你的责任 或者情绪的压力 这些都是我们会有的 这些会让我们会动摇 会在想 是真的吗? 基督教讲的是真的吗? 哎呀 到新年啦 可是又是一样呢 我们面对的挑战 还是一样的 还是过去的一样的挑战 上帝还是没有把它拿走 怎么办? 上帝我祷告了这么久 你在哪里? 好像没有什么回应 你说信靠你会有喜乐 我还是很压力 很难过 很伤心有时候 甚至害怕 有时候也不懂怎么祷告 这是很真实 我们基督徒会面对的困难 然后身边的一些 如果你是还没信主的 你会想 基督徒也是这样 没有平安 害怕 很担心 也有压力 他们也是这样 很stressful 也是一样 那有什么差别?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圣经这段话 要怎么样回应 我们的害怕 我们的担心 这是世界的善变 今天的经文 提到了 上帝在很久很久以前 给了一个人 一个promise 一个保证 作者解释说 上帝他因为找不到 比他更大 更宝贵的可以担保 上帝就拿自己 拿自己跟那个人发誓 发誓说 他要大大的 祝福那个人 祝福的人还要promise 你有听过吗? 有啦 因为你怕他promise 不会成真 要promise 你看波达尼 今年的红包 我们会继续用这个红包 这设计是什么呢? 这里说 我必赐 什么福? 经文说 大福给你 我必赐大福给你 这个大福的意思是说 多而又多的意思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福 是很多的福 但是谁得这个大福呢? 是亚伯拉罕 Abraham 那我们现在要来 先开一开亚伯拉罕的红包 看神到底包 祂要得什么福 第十四节这里说 论子孙 我必教你的子孙多起来 很多子孙的意思 中文祝福人是什么呢? 子孙 满堂 白子千孙 太多了 或者一个是给老师的 桃里满天下 为什么子孙多就是大福? 古代的人跟我们一样 我们把我们的产业给谁? 子孙还是外人? 有人给外人的吗? 我可以做那个外人 你可以可能给我 我们都给子孙的 给我们的bloodline 或者是给你的亲戚 还有什么能够给子孙 除了产业 名字 是吗? 我们的姓名 能够传下去 除了这些呢? 信仰 信仰也是可以传承的 但这个信仰不是那种 在你生下来就会有了 是你要去教导它 但是是一个可以传承的 在最早这个经文 更早之前呢 上帝跟亚伯拉立约的时候 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带你来看 《创世纪》17章第7节说 我要与你 就是亚伯拉罕 还有亚伯拉的世世代代的后裔 建立我的约 Promise 成为永远的约 使我和你的后裔 使我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 这里提到什么呢? 就是上帝要做亚伯拉罕 还有亚伯拉罕 后裔的神 不是他一个人 而且他后裔 整个甘崩的神 他家族的神 是什么约? 记得这里是永远的约 如果没有后裔 怎么样能够传承这样的一个祝福呢? 所以上帝要Promise他 有后裔 才能传承跟领受这个祝福 你说我听到这里 就是孩子啦 就是名字姓名啦 我没有听到恭喜发财咧 没有钱啊 辛苦咧 有钱才是有福吗? 对吗? 还是有孩子才有福? 你要选哪一个? 我两个都要啦 现在人是养一个就很够力了 你还讲白子千孙 怎么养啊? 子孙对古代人跟我们现代人一样 代表了两件事情 至少两件事情 一个是传承 inheritance 还有一个是relationship 血缘的关系 不只是血缘 是一个你从 跟他在一起长大 一起生活 包括手足之情 近来是独生女 他就问我 有兄弟姐妹好吗? 我说我好跟不好啦 看你 所以那时候怎么好呢? 我们一起长大 一起睡 一起冲凉 一起玩 那个clothes 是这种关系 你也在想一想 就算是家财万贯 很有钱 可是没有人跟我们分享 有乐趣吗? 好像没有 如果团圆饭 只有是满汉全席 但是只有你一个人吃 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所以原来什么是福 原来有关系 就是福 是很 而且不只是 如果是能够有传承的关系 那就是大福 有传承的关系 那就是大福 刚才我提到了 桃李满天下 意思就是说 你所教导的学生 它变满了整个世界 很多学生 而且学生也在教导不同的人 这样的是什么关系呢? 是一代传一代的 代代相传的关系 也是一种传承的关系性 是不是很美? 这是不是一个大福呢? 可是刚才我说的这些福 是给谁的? 是给亚伯拉罕 跟你有跟我有什么关系? 好像没有 如果没有关系 那就拿不到 因为神只跟亚伯拉罕 承证 他有跟你承证吗? 我们再来看 神应许亚伯拉罕说 他要做亚伯拉罕的后裔 和他后裔的神 是吗? 所以后来亚伯拉罕在他100岁的时候 他老婆90岁的时候 生了他们第一个baby 是谁? Isaac 那后来上帝要考验他 他说要把Isaac献上 sacrifice 不是是放在那边的 是要真的要杀Isaac的 亚伯拉罕有做吗? 他差一点要做了 他伸手要杀的时候 上帝说 Stop Enough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是真心地爱我的 不只是爱这个孩子 所以那个之后 上帝又跟亚伯拉罕说了一段话 就这一段话 22章16节 这是英文的 我读中文的给你听 上帝也说 我指着自己启示 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 没有把你的孩子留下来 你的独生子 我必定赐福给你 我必使你的后裔 繁多很多 像多少多 形容是说像 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你的后裔 必占领仇敌的城门 地上的万国 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这个就是今天的经文 所引述的旧约经文 我必定赐福给你 使你的后裔繁多 第18节这段话 就跟你 跟我有关系了 我们来看 为什么你跟我有关系 第18节说 地上的万国 必因你的一个后裔 得福 经文说 是其中一个后裔得福 的后裔是谁 就是耶稣 刚才我们提到 如果团圆饭就自己吃 是很没有意思的 是的 我们有家人 有朋友 但是能够陪我们一辈子吗 有的可能先离开 有的是我们可能先 比他们离开 生离死别 会把我们分开的 所以 耶稣应许我们说 有复活的生命 是真的吗 如果是开玩笑的 这玩笑是太大了 不是开玩笑的 也不是空头支票 神跟亚伯罕后裔 立什么约 还记得吗 刚才说 永远的约 如果没有永恒 没有复活的生命 那何来的永恒的约呢 这不是开玩笑的 上帝真的要赐给我们 永远的约 是永远的关系 祂要成为我们 永远的神 因此我们需要 永远的关系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宝贵 什么是祝福呢 那就是关系 关系是大福 上帝透过耶稣 亚伯罗的后裔 要给我们福 祂把祂自己给了我们 那位赐福的上帝 把祂的独生爱子 赐给我们 这一次 上帝没有像亚伯罗一样 助手 祂真的把祂最爱的孩子 献给我们了 现在十字架上 给我们了 不但你的红包 这封红包 你从远远的 你再看 看到什么 形象 是一个十字架的形象 是刻意的设计 真正的福 是一种关系的修复 有关系是好的 可是如果关系破裂了 怎么办 不管是你跟亲戚 或朋友 或家人 或妻子 关系破裂了 怎么办 需要修复 耶稣就是代替我们 祂来代替我们 受刑罚 就是为了要修复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因为我们得罪了神 所以关系破裂了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好像 没有神一样的过日子 所以耶稣来 是要代替我们 恢复这样的关系 无论是我们有意无意的 得罪神 耶稣来 就是为了要修复 这样的关系 使凡相信的人 能够回到 耶稣 回到父上帝的怀里 这是关系的修复 十字架 这个符号 其实是什么呢 原本原来是 死亡和咒诅的记号 可是今天 却成为基督徒 这世界拯救的符号 Red Cross 红十字军 红十字不是红十字军 红十字 Red Cross 是一个拯救 救人的一个符号 包括修复的记号 实际上没有耶稣了 坟墓有吗 也没有 因为他复活了 他就在哪里呢 他跟那些相信他的人 同在 因为他应许什么 今天我们说的整个 就是上帝的应许 他应许我们 他说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你们要教导 他们遵守 就是我们的 门徒遵守 这样我就常常 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终结 这是上帝的 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应许 所以耶稣今天 与我们同在 就在我们当中 跟我们一起 好 刚才也说了 有子孙很好 逃离满天下 也更好 恢复神的关系 也很好 但是 我们要怎么样 确定我们能够 得到呢 今天问问大家 你得到了这个福吗 你怎么样能够 确定呢 西伯来书的作者和上帝 都知道我们会 动摇 我们会怀疑 所以上帝 他拿自己 启示 神拿自己做担保 这上帝伟大吗 因为没有人 比他更大了 所以他拿自己 向我们来 保证 还有谁 比神更大 他是那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但是他 指着最大的自己 跟很 微小 卑微的我们 来启示 请问 上帝有必要 这么做吗 没有必要的 因为那是多余的 因为他是最大的了 他又是上帝 他说的话是不变的 所以他不需要 promise的 但是 他仍然 这么做 为什么呢 为了我们 为了让我们 放心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位上帝 他多么看重我们 以致向我们来 做这样的一个promise 做这样的一个担保 经文这里说 第十七节 六章十七节说 照样神定义 向那些承受应许的人 更清楚地 表明他的旨意 是不更改的 然后就启示 做保证 神定义 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他铁了心 一定要 他肯定要的 所以他用这个词 定义 在原文当中 是一个很强烈的词 而不是那个用来做 好像是希望的那个词 而是一个确定的词 表达 一定要做到 所以他的promise 给我们的是 一定他要做到的 这个词 变得更加强烈 是这边加上了 这个词 叫做 更清楚地表明 他的旨意 是不更改的 就启示保证 更清楚地表明 所以不是含糊地说的 是说了好多次 所以你看这里 至少 好多次 三次的 肯定大声地说 不改变 保证 这次就是像我们 要说明 他的不变 第十八节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 作者就说 当他看到 上帝启示的时候 他就发现 两件不改变的事 第一个是神的本质 那就是上帝自己 是不改变的 第二个是 上帝的promise 是不改变的 其实这两件事情 也就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上帝不改变 这边要再次地强调 经文就说 什么是不变呢 因为上帝不能说谎 所以他说的是 不能够改变的 所以上帝能够包吗 上帝可以promise吗 上帝能 他有资格吗 肯定有 亚伯拉罕 他现在 他是否得到了这个祝福呢 你看看 你看看现在的 以色列国 是一个很强 有利的证明 他们虽然灭国了 可是后来又复国了 亚伯拉罕的后裔 在世界各地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 还有一个 不是血缘关系的 那就是 因着信心 有亚伯拉罕一样 信心的人 也就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这些就是证据 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凡是那些信靠上帝的人 像亚伯拉罕一样 信靠神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万国都因他的一个后裔 就是耶稣得福 耶稣来帮助我们 恢复了人 跟神的关系 还有人跟人之间 还有人跟物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活着 有意义 包括我们连死了 都有盼望 那好了 我们现在说到 上帝可以 把我们这些福 关系性的福 修复的福 复活的福 那我们要怎么样 能够打包 带走 那我们来看 来抱住 祝福 我们需要来 除非我们愿意 接受神的祝福 上帝才能够把 这封红包 给你 要不然 他把红包到你面前 你说 我不要了 Thank you It's okay 我有很多福 我不要 那我们能够领受吗 我们是拿不到的 是领受不到这个福的 我们根本也经历不到 那我们来看一看 亚伯拉罕 他是怎么样先领受 神给他的福 以及神给他的应许 在看经文 怎么说 十四节是我们今天的 主要这个经文 我必定赐福给你 使你的后裔繁夺 十五节说 这样亚伯拉罕 耐心等待 他终于获得了所应许的 重点是什么 耐心等待 Having patiently waited 要等 不是 因为有些东西是不用等的 但有些东西是需要等的 第十八节 我再来看十八节这里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是怎么样得到的呢 你看下面一段经文 二十二章十八节 世上的万国 都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 because 你听从了我的话 You have obeyed my voice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信心 没有等候 亚伯拉能够得到这个福吗 他得不到的 如果他去拜别的神 如果他去不听神的话 他是得不到的 所以有信心 加上等候 是能够得到这个福气的 但是 对第一个世纪 对受苦难的基督徒来说 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会害死他们 会让他们伤命 那 怎么办呢 但他们 如果继续相信的话 他们就能够得到 复活的生命 信心是相信上帝是不变的 信心是相信上帝的应许 给我们是真的 有一天会来到的 这个是需要信心 需要等候的 包括像农夫一样 我们种了 撒种了 耕耘了 我们需要耐心等候 才能够等到 开花结果的日子 如果你说我不要等了 我种了 哎呀没有了 我就离开了 你可能也看不到 开花结果的那个日子 所以关键是要耐心 等候 包括相信 我们来看第十九节的经文 你看经文第十九节说 有信心的人 形容就像 像毛一样 牢固地抓住上帝 不是猫 是毛 是那个船的anchor 来抓住海底的毛 这个毛 是像我们 当我们有信心 相信神的时候 就像那个毛 紧紧地抓住海底一样 我们的心 就能够定下来 我们的灵魂 就不害怕 我们的心就不害怕 当我们的灵魂的毛 紧紧地抓住 不动摇的上帝的时候 就算有太多 就算有大风大浪 我们也不惧怕 虽然会怕 但是我们依然能够 抓住上帝 能够抱住上帝 抱住祝福 刚才我们说 在这个动弹不安的世界 如果你失去方向 我们更加需要 这个稳定 还有绝对不改变的上帝 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希望 花在抓钱 抓美金也好 抓新币也好 抓比特币也好 你会真心觉得安稳吗 比特币 有时候上下 上得太大 太低 那你说我抓繁地产 那个屋子应该很稳 现在COVID时间起更高 繁地产 OK啦 不是太稳 银行啦 银行挺稳的 每个人都有开银行 对吗 没有放MELOTIN 应该没有 把钱放MELOTIN 可是去年12月 有469人 因为短信 那个link 假的link click进去 填一下form 多少钱不见 我念给你听 850万 新元 就不见了 这个不是银行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的问题 你说钱银行 我们抓人 关系 对吗 我们相信人吧 日子久了 你会觉得 我连自己都 不相信我自己 有时候 我要怎么相信 其他人呢 水弟兄姐妹 朋友们 我们来抓上帝吧 他不变了 如果你知道 从看经文来说 只有他是唯一的不变 他是永恒不变的 因此他全然可靠 所以我们可以 完全地 翻一百个心 如果你有一百个心 你就翻一百个心 来信到他 信什么呢 信他的教导 他的教导是人生的智慧 有能力 帮助我们 面对所有的困难 因此我们就有真自由 虽然在困难里面 但我们依然 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回应 什么时候该说 什么时候不该说 懂得有智慧的回应 有谁不需要被拯救呢 没有人不需要被拯救 所以因此我们都需要 这位上帝来救 好了 说到信心 也说到这个福了 What is the first step 我们要怎么做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 或者你还在想 在思考 来考虑基督教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做 那就踏出 Baby step 一小步 那你就会能够经历到上帝 用这个毛的比喻 我们还继续来看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毛 从你的船 丢下海底 你要怎么知道 这海底 是坚固的呢 你是不知道的 除非当你 抛出去的时候 你就能够经历到 当这个毛 抛上海底的时候 它直接 都直通到海底 当这个床在动摇的时候 因着一点风吹动 毛就因着动了一点 它后来就抓住 勾住了大地 那这个一勾 Wow It works Hey It's true It's real So 我们需要这个Baby step 我们需要这个 一小步的信心 包括基督徒 包括我们多很久的基督徒 也一样 我们每一步 当我们每一个信靠 每一个祷告 都是这样的 上帝我再来信靠你 虽然我过去靠我自己 我很累了 今天我要来完全的信靠 船的毛 大过船 还是小过船 你看这个图 小过船 因为太大过 那个船是不能够走的 所以要小 不能太小 刚刚好 这边也让我想起 其实也对 我们的信心 不用太大 够大就可以了 就能够抓住 这个不变的地 你就能够经历到 上帝的可靠 重点不是我们的信心 重点是上帝 但我们需要我们的信心 来去投靠 这个不变的上帝 信心需要建立在 客观的事实 还有主观的体验 客观的事实是 Facts 你发现 上帝是这样的 OK 我知道了 还有一个是你的 Experience 你要勾住 Oh It's true It works 所以需要这两个 来经历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 听了这个 我们就能够去 try 去经历 这位上帝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去体会他 所以弟兄姐妹 朋友们 我们来信靠上帝 真心的 完全的信靠他 不要动摇 你勾了 哎呀 你又放走 船又摇摇摇 你又勾 你就勾住他 船就不动 所以完全来信靠上帝 经文有趣的说 是什么的毛 灵魂的毛 是个很 灵魂是看不见的 信心也看不见 这个毛 进到海底 也看不见 但只有你跟上帝知道 当我们真的信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里面有平安 你里面有平安 经文说 谁能得到这不变的盼望 经文在十八节 告诉我们 我们这些 逃进避难所的人 跑 你要怎样逃 被人追杀的时候 你是要跑去 你所相信的地方 可靠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信靠神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得到 这不变的应许 就能够经历到 上帝是又真又活的 来说一个故事 Jim Iliot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He is not fool who gives up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中文的翻译是这样的 以必朽 换不朽 自责也 以必朽 就是会朽坏的 换不朽的自责也 所以Jim Iliot 所以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说 他们愿意 去用他们会朽坏的生命 去换 那不朽在天上的生命 他们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后来转变了 这个整个部落的人的生命 这个是什么 这是信心 他们得到了 他们死之前得到 这个复活的生命吗 没有 但他们相信 这上帝不说谎 过年了 今天初六 你包给上帝红包了吗 上帝把大大的红包 大大的祝福 包给我们 祂把祂自己也都包给我们 给我们 就是让我们 与我们同行 那我们要怎么得到 这份红包呢 今天说了 只要我们跟上帝说 上帝 我愿意领受 祢的祝福 我们就能够领受得到的 今天我们基督徒 我们再次 在到神面前来说 上帝 我要再次立志 我把一百个心 我所有的心 我全人 都奉献给你 我要信靠你 你的教导 我要去活出来 我要去经历你 我要去祝福 我身边的人 我要听你的话 我要单单来服侍你 不是服侍人 但是服侍人 像服侍主一样 献上活祭 每天跟上帝同行 为上帝做见证 如果你有朋友 还没有认识上帝的 一样的 你也可以把他们包给上帝 那就是为他们祷告 多多地为他们祷告 不放弃地为他们祷告 相信上帝要救他们 帮助他们 你爱你爸爸给你的红包 还是你爱你的爸爸 我教你 我们一定要爱我们的爸爸 因为你爱你爸爸的时候 你连他的钱包你都有 这只是夸张的说法 要表达的是 我们当爱的是那一位 祝福我们的那一位 而不是祝福 而不是礼物 所以我们来爱我们的上帝 来真正地信靠祂 回应祂 因此我们必定能够领受 祂所应许给我们的福 上帝是完全值得我们信靠的 因为祂向我们保证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地来信靠祂 要记得最后最后 这些福是最大的福 但是上帝上帝 是那一个真正的福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s bow down and pray 天父上帝 我们在祢面前祷告 我们谢谢祢 这样的应许 祢要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祢给我们好多的福气 包括可能今生物质的福 包括我们有关系性的福 那祢也要祝福我们 把祢自己给我们 祢要做我们永远的上帝 祢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我们感谢祢 天父我们要为在座的每一位祷告 包括是基督徒 或者是 我们先来为基督徒来祷告 今天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 再次立志说 主啊我要再次把我的完全信靠祢 你现在可以举手 来向神祷告 你是基督徒 一样的在你面前 你可以举手 向神来立志说 我要再次地把我自己献上给上帝 我要完全地相信祂 要来活出祂的教导 你可以举手 我可以为你来祷告 你是基督徒 来举手向神来表示 上帝看得见 如果你是还没有认识上帝的 你说 今天我听了这么多 好 我想要踏出这一小步 抛出我的毛 抛出我的信心 来相信上帝 来经历祂 如果你要接受这个福 你可以举手 你现在可以举手 我看到了可以为你来祷告 你有这样的人吗 有这样的人你可以举手 我们要为你来祷告 这位上帝 祂不离不弃 祂预备了这一份永恒 这份祝福 要来送给你 不只送给你 祂要与你同行 要带领你整个的人生路 有这样的人 要举手 要来相信上帝的吗 有的话你可以举手 要为你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在我们心里面 或者是我们真正举手的人 无论是线上的 在教会的弟兄姐妹 上帝你看见 上帝你也知道 我们心里面的挣扎 或者是害怕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来信靠你 真正地活出你的教导 我们也来悔改 我们的不是 真实地跟随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将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 宝贵的名求 阿们 刚才如果你有举手 或者是你要来 更多的认识信仰的话 接下来你上会后 你可以留下来 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 你可以来接触我 或者是Pastor Desmond 或者是你要线上 留下你的个人资料 也是可以的 你就scan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 个人的资料留下来 我们可以 之后我们可以来联络你 更好的帮助 感谢您的资料 感谢您的资料